那不過各位想 Frederick the Great怎麼改變大家的習慣 來吃這個東西 他有一個很聰明的想法改變的認知 就是說他跟他的士兵講說 這樣子好了 你去我的城堡外面你去種一塊馬鈴薯 那二十四小時有士兵在那邊顧那一塊地 然後他偷偷跟他講說 不會有人要偷你就讓他偷隨意 那所以那百姓就看到農民看到他 種了一塊 國王種了一塊 國王又叫衛兵在那邊守著 他們說一定是好東西 所以他們就說那我們去偷來種 他們就覺得國王那麼愛又叫人去顧他 他們就偷過來坐在那邊種 那種完之後呢 他們發現那真的是好東西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他透過操作 他怎麼樣把他從一個馬鈴薯 馬鈴薯的價值沒有改變 他的營養沒有因為他這麼做 變得比較好變得比較不好 他改變的是大家對這個東西的認知 本來大家就覺得他是沒有價值 處人吃的 到後來他們覺得是好東西 他們要拿來吃這樣 所以認知真的是很厲害 在我們人的觀念 還有一個 這個可能你們覺得跟你們太遠了 這個呢 有沒有人覺得很喜歡吃燕麥片的 就是有嗎 所以非常 因為我們都覺得燕麥片很有營養 尤其外國人都會告訴你說 啊 燕麥片吃了 我才會覺得早餐有營養 吃了就覺得很 感覺很棒這樣子 那我想請教Emily 燕麥片 它的營養有沒有比米多 嚴格來說 有比米的營養多嗎 差不多 對啊 其實是差不多 而且更誇張的說 你們知道燕麥片在後面 那個桂格公司操作之前 是誰吃的嗎 是馬吃的 是動物吃 不是人吃的 那桂格公司認為說 這是一位很偉大的創辦人 他也是信仰上很偉大的一個基督教 他贊助了很多宣教士 也是一個品牌大師 他就覺得這個東西有營養 他來操作 告訴大家這是很有營養的東西 我給各位看他是 他是怎麼做這個廣告 在這個品牌在發行的時候 把他的市場做起來 不過提醒各位 這個是大概快要六七十年前 現在這個操作所要不work了 不過那個時候真的是 有幫助改變大家的看法 一些 bowl受 продук創始 幾下午茶 人下次吃 跟我來流叡 或許思考 跟其忌患 一口 平日 香港 決心 oven 平心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他就讲说 他就讲说那个妈妈的爱跟一个好的有营养的早餐是一样宝贵的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那其实他就用那个形象去讲 那其实他有做了几件手法是今天品牌还在做 第一他改变了使用方式 我觉得他今天叫你冷冷吃可能你不一定会觉得那么好 他叫你煮过 哇你就觉得不一样早上起来吃煮过的东西 第二点他其实也蛮有考虑到消费者的心态的 就是说当然妈妈想要给小孩子最好的 这个他们有看到 然后还有第三点 他有考虑到小孩子每天吃会吃到很腻 所以他教你怎么变化他的东西 他有考虑到消费者使用的 那所以说整个有效的沟通 他其实就改变了一个东西的命运 本来那个燕麦其实没有因为他这样操作 没有因为他这样操作的价值改变 不过在我们心中对他的认知就不一样 这就是做品牌其实改变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认知 是很有力量的 因为我们人其实不是那么理智的 老实说 好那我想请教一个各位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说想一想你们心中最爱的品牌 可不可以请你们想一想 想两个好了 这个不一定是你有在买 就是你很喜欢的品牌 你觉得你改天一定要买 或者是你非常喜欢的 我可不可以请教 有谁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最喜欢的品牌 好那那个国英你最喜欢的品牌是什么 嗯 Sony Sony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买他的相机 然后就觉得他的相机 跟相机 相机齁 你觉得他的相机跟Canon都很好这样 ok好很好 那家伟呢 你最喜欢的品牌是什么 我喜欢Supreme Supreme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拥有他的东西 觉得自己很酷 ok很好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酷 你蛮像做品牌的 你可以承认去 可以想出为什么你喜欢一个东西 非常好 Fiona 你呢 什么是一个你喜欢的品牌 Love it Love it 为什么呢 这个品牌让你觉得质感非常高贵 ok让你觉得质感非常高贵 ok 好 Ada 你呢 Smithson Smithson 为什么 对吗 我觉得就是不管经过多少年 那他还是保留他原本就是在百年前 那样子经典的样子 ok ok 就一层不变 我觉得还是坚持那个原则 ok非常好 其实 刚才各位讲到一个点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喜欢的品牌 有一个绝对不改变的就是这个 他很清楚他是谁 那有的人你可能喜欢他 不喜欢他 因为这个点可能 像 像那个 刚才家伟非常 他觉得Supreme很酷 好 那 他不担心他就是为了要让家伟很酷 他很特别的样子 像我看我就觉得 这个太年轻了 我没有办法带我 没那么酷了 他不害怕失去我这个消费者 因为 他很清楚的让一个 像你比较年轻的人 他要这个东西 他要去抓 他有很清楚的定位 Smithson也是一样 你说他一百年都没有变 还有你刚才讲的 Levitt 他对品质的坚持 怎么样 一直一直 他有很他清楚的一个定位 那那个定位是什么呢 我觉得 品牌其实老实说 现在你在争取的是 那个定位是在 不是在产品上 而是在消费者的脑里面 因为 我觉得现在在做品牌 其实 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 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品牌 不过你们觉得他们是竞争者吗 为什么他不是竞争者 成分跟诉求完全不一样 成分跟诉求完全不一样 对 也就是说 买左边那一块的 其实他不会买右边的 他是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买 买右边的人不会买左边 买左边的可能自己洗 他买右边可能是送人 他买右边洗的 他可能就是有人送他左边 他可能也会拿去送给别人 这样 就是不一样的定位 所以他其实是同样的产品 不过他不是竞争者 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